今天的阿公阿嬤当主播单元 邀请到的是安昌里的谢洪丑 与周朔勋来播报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我是主播谢洪丑 至于安昌里的安城公园与海洋世界主题 在公园内的墙面和地面 都会自许多海底动物 像金鱼海龟等等 就连水锅盖都能花灰巧思 才会成为可爱的鱼 色彩鲜艳层次丰富的海洋世界 居然出现在公园内 里长范江玉娇说 因为公园内大多是冰冷的硬体设施 所以希望藉由这样缤纷的彩绘 让公园环境多点色彩多点欢乐 把一些色彩带到公园带到里内 所以那时候想说 把一些冰冷的一些 一些的游戏器材 能够周边填色一些颜色的话 让我们的生活更 环境更美好 立体的彩绘让金鱼和乌贼 仿佛要破墙而出 而这个以海洋世界为主题的彩绘墙 还延伸到地面上 游戏场一旁的四个水沟盖 居然也能够透过彩绘 化身成可爱的鱼 里长范江玉娇表示 自己搜寻了许多资料 发现国外有将水沟盖 变成艺术装置的创意 所以便临机一动 把水沟盖绘制成海底的鱼儿 没想到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有通过很多的一些资讯 我想把那些街道的艺术 像国外街道艺术 看能不能带到我们里内 所以呢也在一些资料上 在寻找一些像类似这样水沟盖的设计 所以呢就找到类似像我们现在想的海洋世界 然后能够延伸出来 把那水沟盖然后美化 就变成不会很脏脏臭臭的那种感觉 不只在游戏场周边增添色彩 为了让公园能够有整体的设计感 公园内的栏杆现在也都涂上了颜色 而路灯则漆上了白色的颜料一路延伸 让整个公园都有一致性 不管走在哪个角落 都能够感受到这股缤纷色彩带来的好心情 安昌里里长范江玉娇表示 安城公园是许多里民经常来休闲游戏的地方 也有许多家长会带小朋友来游玩 所以透过彩绘带来丰富的色彩 让公园更加生气蓬勃 也让安昌里的环境更加美好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大家好 我是主播周硕勋 新店一家幼儿园 为了帮助创世基金会 宣导电子发票爱心码 特别带着小朋友到超市购物 并且教导幼儿说出 爱心码919捐赠电子发票 借此鼓励民众踊跃响应 小朋友们在老师带领下来到超市选购零食 还要自己去结账 没想到小小年纪也懂得捐赠电子发票 由于财政部推动电子发票之后 创世基金会获捐的实体发票数量热减 加上现在还有很多人不了解电子发票也可以捐赠 因此创世募集发票遭遇困境 而新北上日园幼儿园得知这样的情况后 便带领一群专办成可爱小树苗的小朋友 来到了超市购物 结账时还一同大声喊出 创世电子发票爱心码919 号召民众一起做爱心 关怀植物人 因为学校一直都在走 就是帮助弱势团体的这一个单位 那长时间以来呢 觉得政府对这个弱势团体缺了一些关心 所以我们虽然是小小的小朋友 我们希望从小让他们有爱心去照顾到 关心到去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使用消费习惯的部分 所以民众还是习惯拿资本发票 虽然现在线上的支付已经越来越多了 所以慢慢的我们希望民众在买东西 不拿资本发票的同时也能够直接讲出919爱心 然后直接把发票捐给创世基金会帮助植物人 超商店长表示的确现在还是有很多民众 不清楚如何真正电子发票 所以在结账时店员就会借机向民众宣导 希望有更多人响应 很多民众还是会说我不需要发票 那帮我捐出去 那我们就是以实体发票 我们就是投发票箱的部分 那如果是长期这样子的状态 我们都会跟客人讲 你下次可以使用爱心 因为这样子会减少资本的部分 现场有民众看到了小朋友热情的号召 顺手就利用创世爱心码919捐出了电子发票 幼儿园还准备了小数秒让小朋友送给民众 由于植树节即将到来 创世也期盼大家可以一起将爱心结合环保 一起爱地球 继续声明正门齐新店采访报道